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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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资料不呢 我告诉你 贪什么 有什么好贪的 来的时候不就一个人吗 现在想霸占人家房子的 不叫霸占的 人家死了还是人家的房子 我告诉你 贪好了 贪的 人家说 贪到后来一无所有 越贪越贫 有什么好讲的 现在叫他心态方好一点 他本来就没房子来的 饿得死人啊 去租啊 去自己租房子啊 去探好了 然后财长 许位同学 缺段时间 他也梦见了他故事的妈妈和哥哥 其中故事的哥哥说 房子已经卖掉了 但是要一百零八万 这个要念几张小房子啊 我告诉你 房子不属于他的 人家说一百零八万 如果比方说 一百万小房子 你要叫他念 要叫他念几万张小房子呢 这个房子可能会给他 哦 这样呢 你叫他去探呀 怎么念呢 一百零 几万张 去除除五好了 一百零八万除以五 你算一算好了 多少 多少张 那财长 你们就像这位同学情况 那应该现在还要不要念 化解冤解的小房子功课啊 画什么 什么都不要画 不要了 自己好好的自己做 靠自己一双劳动的双手 慢慢的创自己的业 你哪怕嫁一个人 你哪怕自己 自己创业 你也比那种意外所得好啊 嗯 没出息的 我不喜欢他 嗯 好了 好的好的 这样再问他 好的 我告诉你 就探出来的毛病 这个同学 哦 我不喜欢他 好的好的 嗯 明白了 我会让他听录音的 好好的跟着台长修好好的念经 我告诉你 我就告诉你 就是他拿到了他 他妈妈跟他揪揪的房子之后 他很快就会生病了 嗯 哦 你问他生个癌症方便 好 还是拿个房子好 命没了 有个房子有什么用啊 嗯 前段时间 有一位同修问过 问过您 房子拆迁了 嗯 上次台长开示过 说这个房子不属于他的 嗯 让他彻底放下 并且要探悔 嗯 否则再去抢夺 换来就是恶病缠身嘛 嗯 现在就是已经过了一个月了 那位同修就是无意中去查身体 以前身体真的很健康 都很好的 结果突然之间就查出来是肺癌 嗯 好啦 嗯 他现在就是很难过 很痛苦嘛 你问他房子 房子重要还是命重要 痛苦 台长什么话都讲在前面 现在不是他痛苦 是台长痛苦 因为我讲出太多的话 人家就是不相信 你说那个家长今天跟孩子讲话 孩子不相信 非要孩子自己痛苦了 你说家长更痛苦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嗯 哎 真的是这样的 台长之前说的 要让他彻底放下 后来就是真的就是一下子就查出来肺癌 他整个人就觉得很后悔 很忏悔 人 我现在还讲了很多人死的时候不得好死 很多人还在做坏事 等到自己要死的时候痛得来浑身打滚的时候 他才想起台长跟我讲的 但生不带来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那个时候他才痛苦呢 哎 都不相信啊 怎么办呢 哎 我急都急死了 真的是 哎 徐大远啦 我告诉你啊 这条命活 活不了多久啊 不是太好的 我现在直接的感应不是太好啊 要彻底放下 必须彻底放下 听得懂吗 嗯 听得懂 好的 好的 我会把这段录音给他听的 哎 真的可怜呢 嗯 谢谢台长 开始